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在今天下边 我爱我家的单元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我们再次为朋友们邀请 这是宠物专科医师 钟山英 钟医师 钟叔叔 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那么狗爸爸 猫妈妈们 你的家里边的宝贝 猫小孩有任何的问题 医疗保健或者行为举止 还有人说心理治疗的问题 请你都电话进来 713-984-0424 713-984-0424 欢迎朋友们可以一块参加 你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好 下边我们来欢迎 钟山英 钟医师 哈喽 钟医师 早 欢迎参加 早 福美剑 早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 早 欢迎钟医师 我们在今天呢 三位数字的高温 昨天还看到新闻讲说 全球在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 这是破纪录的高温了 整个地球的高温都比平常要高了 整个往上涨 而El Nino现在来讲的话 接下来12个月是还会有好几次如此高的温度的机会 所以对于在宠物方面 尤其是在过去这三位数字 101 102 黑的index到113 115的情形 我们要请钟医师来谈一下 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特别我们应该注意的 是 就是跟我们人一样 这个温度那么高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狗狗或猫咪的中暑 所以如果说在garage 养在garage或是养在外面的狗狗 make sure它有足够的水 那在养在外面的狗狗的话 最那个shade 有阴影树荫的地方 或者是有搭棚子 让它就是温度不会那么高 那当然最好啦 就是这么几天这么热的时候 如果把它们放进来 在房子就是我们屋子里面有冷气的话 这样子最好 但有些环境不许可的时候 那外面水跟阴影是最重要 OK 好 那么也要提醒朋友们 因为外头温度很高的时候 这个水啊 其实如果你放在铁盆子里头 金属盆子里面放在阳光底下 你不要放阳光底下 就放在户外 没有多久两三个钟头 三个多钟头 那个水就变成烫水 不是热水 是烫水 根本没办法入口 所以要提醒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给这个 准备的饮用水 那个温度要合适 千万别把它变成了个烫水 希望朋友们要注意 好 另外呢 也要请中医师来谈一下 就是在现在来讲 这么热的天气 有朋友问说 这么热啊 人都受不了 跳蚤 铁定也是死光的 热死他们了 他说人那么热 也热死他们了 所以户外应该这些虫 这一些毛小孩 平常会被他们 巴着的这些虫 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问题 有听众提出来 另外一位听众提出来 是说 他的狗狗的前脚上面吧 不晓得为什么狗狗 会一直舔 一直舔 一直舔 结果他发现那边 有一块红红的皮 毛被舔掉了 那个皮就红红的 他不大清楚 这是因为是虫咬的呢 还是皮肤病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或者他应该去看医生 如何来区分 是 OK 跳蚤跟Tix 通常 像这么高的温度 对他们来讲 也不是很适合 但是会不会 把他们通通杀死 这个是 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因为如果说 他有些狗狗 不 有些跳蚤 他躲在那个草 草下面 然后现在 湿度又这么高 如果躲在草下面的话 或者是 有一些枯叶子 一堆枯叶子下面的话 像是杀不死他们的 所以跳蚤 还是我们才 最近还是常常看到 OK 所以这个跳蚤 不能 现在就是 药不能不能停 这样 OK 就是跳蚤 跟Tix Tix我们这些 比较少了 但是跳蚤 还是 要继续使用 这个跳蚤的药物 另外那个 有只狗狗 前脚 就只有一只脚的话 它一直舔 然后皮肤掉 那个毛掉了 皮肤会有点红 如果是完全是 像他讲的这样的话 那很可能是 第一个被蚂蚁咬了 它会痒 会痛 所以它一直舔 舔了以后呢 就是 就像我们一直抓 我们被蚊子咬 很敏感的 朋友们也会这样 被蚊子咬 一直抓抓抓 皮肤就会 开始有点感染的 是 我相信是 被虫子咬 OK 最常见的是 被蚂蚁咬了 然后它会痛 会痒 一直舔 那你可以用 用 Benedro 软膏 擦一擦 看会不会止痒 如果真的有发炎的话 你可能就是 最好去 受益师那里看一下 Make sure 不是 很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 它给你一个软膏 擦一擦 可能就好了 有时候可能要直接 练的药 直接 看过敏的药 是 这个Benedro 的软膏 通常狗狗 我想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 你擦上去 你不管是软膏还好 或者有时候 我们就算给它 什么地方脏了 我们拿个 湿的纸巾 去擦擦擦了以后 然后 接下来就看到 口水在上面 大舌头在上面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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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白擦了吗 不是 有时候擦了以后 大概五分钟 五分钟没有舔 有些药已经 已经洗透了 多得少 都会有防止 OK 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是要从口服 从里面 口服的 OK 好 所以这是我们听众朋友 特别提出来的 也谢谢中医师在一开始 先为大家做的分析 回答了朋友们的相关问题 好 713-9840424 其他的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开放现场 如果你有自家宠物方面的 医药保健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欢迎你现在可以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好 我们也有一位听众特别提到的 想问的是说 现在呢 宠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家庭成员 已经 这已经是好一阵子 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 都已经成为家庭成员了 然后呢 以往我们也听 他说听过中医师说 狗狗会有忧郁症 尤其是在pandemic之后 因为主人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上班去了 现在都离家了 就把他们留在家里 别会有 他说这样子 说上次听中医师讲 会有忧郁症 他说 有这么娇贵吗 他说 身为主人的我们 人类有忧郁症 有什么躁郁症 一天到晚在听 他说现在连狗狗 他说连宠物 连动物也会这样子 他说那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做主人的要怎么办呢 对着他讲话 还要特别因为这样子去买一些 他说的是什么 high tech的monitor 还是什么 你讲话 他听得到 安抚他 video放给他看 他说这种情形 是必要的吗 需要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 OK 动物会有 狗狗猫咪会有 anxiety会有 忧郁症是会有的 但是呢 机会就是很少 我们讲 就是提出来这个是因为 有些狗狗猫咪会有 并不是每一只都会有 OK 如果你有狗狗猫咪有 秀这种 譬如说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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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ression anxiety是这样子 本来在家里都好好的 那你一离开家 最严重的 就是他开始 咬鞋子 咬沙发 更严重的会把墙脚都 那个 drywall都会咬 咬个大洞 是这样 这些都可能有 但是比较少 那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先 先把他的 一些症状 先一定要记清楚 另外一个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 狗狗猫咪都一样 他需要attention 需要我们人的注意 OK 那 有时候你注意太多 反而不好 注意太多的时候 你会把 比如说 有些狗狗会怕 那个闪电 嗯 对 或是打雷 打雷 闪电打雷 那个 震动时他会害怕 那你一开始 一发现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如果你说 你就觉得 哎呦 好可怜的哦 怎么样 不怕不怕 我抱紧你这样子 你这样的话 他慢慢就觉得 这件事情会得到attention 哦 然后会越来越严重 那一开始的时候 嗯 可能就是 跟他讲一下 哦 没事 就是ignore他 OK OK 那有时候这个办法会work 那有时候不会 OK 但是就是说 你一开始 先这样试试看 嗯 你pay too much attention 的时候 这个部分 你太宠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严重 OK 那当然不是讲说 每一只狗 每一只狗 你这样处理他 都会有效 一般来讲 刚开始 很小的时候 不是 这个问题很小 刚开始的时候 不会有效的 那如果你一直pamper他 一直 一直一直 一直在宠他 一直 一直觉得他很可怜 很害怕 他越来越严重 嗯 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啊 你最好是跟 您的所有医治 坐下来 你把他们症状 就 跟你所有医治 讲清楚 那我们会formule 一个 treatment 那个 一个plan 就是说 有时候制药啊 有时候用行动啊 啊 那有时候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可能要请一个 那个behavioral 就是动物行为专家 在休斯林里有两三个 哦 专门做这个的 那最后没办法 就这样 请他们 去 就是说他们会到你家 或者是 你带狗到他那里去 他会 他会跟 做 一开始 做evaluation 看看到底是 他是在某一个程度 是怎么样 可能最后 吃药啊 或者是 做 一个礼 礼拜一次的training 然后越来越少 然后一个 夜一次的training 慢慢可以在家里做 这样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是 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 家里边的狗狗 你的宠物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么 我们提供朋友们来稍微考虑一下 分析一下 那么一般来讲 我想问一下中医师 你现在到像是YouTube啊 这些你会看到 他会有video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说是 comfort你的宠物 你的狗狗 里面放的音乐啊 或放的这种 户外的画面啊 配的这些音乐那些 再这样子放 这个 有用吗 我试着跟我们家的狗 放了以后呢 放在那边 我自己都快睡着了 他们对他们来讲 似乎他们连 连耳朵都不动一下 眼睛都不扎一下 完全对那一个video no reaction 完全无感 所以我不晓得这种 这个是 只有我们家的 特这个狗狗会是这样 还是 这个是一般来讲 普遍都有效 还是普遍无效的 不一定 是这样子 你看一般来讲 有些狗狗 它会看电视 有些不care 不管它里面 什么 它没有闻到味道 没有看到 真正东西 它就 没有兴趣 是这样 所以 不同的狗反应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狗狗 真的有什么 忧郁症 或者是 有一些 suppression anxiety 你当然可以试试看 这些YouTube 这些音乐 这些影片 有效的 当然最好 那就像我讲的 有些狗狗 会喜欢看电视 那这种狗狗 可能就会有效 那有些狗狗 不看电视的 所以电视上 萤幕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 就是没有react 就是不管的 这个可能 可能没有效果 但音乐就不一定 有些狗狗会听音乐 但音乐是有一种 这个音乐的那个播 播长的音乐的那个节奏 有时候是 下意识会 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跟影片 又不大一样 嗯 OK 所以并不见得 就是 YouTube的video 对每一只 狗都会有 同样的效果 不一定 我们家的 很显然无感 完全无感 就算放的是 狗狗在叫的 或者在那边 唱歌的 他们完全无感 他们只对食物 有感觉 好 我想下边的话 我们想请 中医师来 稍微谈一下 因为 现在 我们很多的朋友 都很 怎么很handy 也很 很能够做 research 做自己的 这个study 所以呢 常常我们也会知道 就是 OK 我们用这样子的东西 给我们的狗 食物也好 或者呢 甚至于 可以在上面看到 哦 这有维他命 这个vitamin 是对它的 muscle 这个是对 它的 join 然后呢 这个是对 它的毛 发光亮 怎么怎么样 OK 一般来说 这种 我们 就是 不是 prescription 不是由 诊所 所购买 所提供的 维他命啊 或者 所有这些 辅助的 supplement 它的 效用 有没有 如果说 我们想要DIY 很多的朋友都想 这边介绍 那边介绍 这边看它的 说明这些 有哪一些 key element 我们必须要注意 应该要避免 或者是一定要 在里边含有 才能够 才是比较好的 一个选择 OK 是这样子 in general 你先不要谈 狗狗或猫咪 或其他 宠物的 那个 supplement 或者 可以买 吃的东西 我们人的 维他命 你看有多少种 在shell 上看 多 什么 Q20 什么Q10 或者是 什么 维他命 AD 或者是 维他命 E 或者那些 就是那个 黑色素 什么 一堆 OK 那 每一个人 对他的 就像 就像刚刚 我们讲的 那个电视 每一个人 对这些东西 反应都不一样 OK 所以 而且 你看那些 Psychopedia 上面 有一些东西的 那个 说明 比如说 有一个名词 在那里 你早上去 他跟你说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OK 那这个 维他命 这个 这个少量的元素 他对 人或对狗狗 身体上的影响 是怎么样 怎么样 它都会写在上面 OK 你打个字进去 它都会写在上面 但是呢 有些是 你自己可以 加上去的 嗯 比如说 他有十个 有人列出了 十个好处 对不对 那你 你自己 像比如说 我 我给我狗狗 吃了某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用 你可以把 你自己可以把 你那个function 你那个有效的 作用写上去 就 下次有人看的时候 那个字打进去以后 它就有十一个功能 OK 所以这个 这个 没有 science based 没有就是 没有做过research 比如说 现在用的药 一定做过几年 多少个动物的 或者人的实验以后 觉得 出差的数据 是百分之多少 有效 这样 没有做过 这样的实验的 所以这些东西 就完全靠你自己去 啊 就是 try and error 你看 有效 你就继续用 没效 你就 就不要再用 但是 会对 狗狗或猫咪 或人的身体 有没有害处 这根本不知道 哦 但是 我可以讲的就是 现在市面上最多的就是 glucosamine 那些对那个 关节 然后呢 一些一些维他命 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那其他的 比如说有些 有些狗狗有跳蚤啊 他给他们吃一些什么 或者是圣诞啊 或者是 啊 贫血啊 给他吃一些 什么mushroom的 actric 就是 啊 香菇的那些 啊 萃取物啊 什么东西 这些都 就是 以而传而 但是我不是 不是说他没有用 但是 真的没有做过实验的 所以 啊 有用没有用 那完全你自己试了 才会知道 啊 是 是这样 但是 我可以讲的就是 狗狗 猫咪的食物 里面 一些该有的东西 大厂牌的 该有的东西 都已经炸上去了 OK 比如说有些 有前一阵子 就是十几 二十年前 猫咪常常有心脏肥炸 嗯 那就因为 他找了一个元素 所以现在 每一个猫咪的食物 每一个猫咪的treat里面 都会加那个 微量元素进去 所以 所以 如果你给他吃好的食物 就是名牌的食物 你有80%用 名牌的食物的话 通常一般的 营养都是均衡的 OK 所以说我们 还有很多朋友 都喜欢自己做 自己来做 狗食 猫食 但是就要注意到 是否这些 微量元素 是否它有一些 重要的 含料 这些元素 营养 我们是不是都放在里边 是不是都有了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 要考虑一下 宠爱它们 但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这一些重点 不能够忽略 我想最后很快的 请周医师来谈一下 因为谈到了猫咪 我们谈到狗食的转换 要慢慢渐进的 猫咪的 猫食的转换 也需要如此吗 也是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猫咪 就是胃肠道 一下子没有办法 适应 就会拉肚子 会呜吐 所以还是 利用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比如说第一天 用一份新的 四份旧的 第二天用两份新的 三份旧的 第三天是2.5 就是一半一半 第一天用三份新的 两份旧的 第一天一份旧的 四份新的 第六天就是 慢慢的完全换到新的 这样就不会 消化到不适应的 所以就是渐进式的 不是一下子立即的转换 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好的 我们在今天呢 和中山音中医师 带给大家的 我爱我家时间8点59分 要在这儿告一段落了 再次的谢谢 中医师的参与 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和中医师相约 那么下一会儿 中医师我们继续 空中讨论 是 好 谢谢中医师 谢谢 OK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